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容不下不同的声音 挑战他的统治权威 民进党政府利用中天关台事件 就是要恐吓媒体 要他们做新闻的时候 不可以违逆当政者的意志 如果台湾往后的新闻自由都变成这样 那么台湾的民主就开倒车了 民进党得了这种政治退化的独裁病 只会加速自己的腐败还有堕落 但这种政治一言堂的恶果 却要逼迫全民吞下去 真的是令人生气 愤慨 但是让我更愤慨的是另外一件事 最近有立委在执询的时候提到 有人向他检举说 调查局的人员在私下聚餐的时候 出现了一旦开战就会投降的言论 据说这样的检举 马上就招来调查局对聚餐人员全面的约谈 一群朋友私下相约聚餐 聊聊近况 谈谈时事 难免抒发个人的好恶 这样就要被情子单位约谈 台湾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 监视检举无所不在 约谈讯问随时进行 虽然事后被约谈的人员都矢口否认 有投降之说 但是调查局这一次制造的伤害 却是更加的严重 这是对人民言论自由的监视 还有检查 现在一般民众只要透过社群媒体 发表不满政府的言论 或者是转发讯息 就会变成社会次序维护法 惩罚的对象 政府压制媒体 针对的是媒体集团 但是一旦当权者利用公器 还有法律 对付基层人民的批评意见的时候 深斗小民大多因为自己的力量敌不过当权者 不敢赋予顽抗 只能够悲愤的沉默还有屈服 民进党政府这种动辄以约谈起诉 还有惩罚来欺压弱势的行政暴力 就是要制造寒蝉效应 让基层民众敢怒不敢言 企图要让台湾社会变成除了大内宣之外 一言堂的政治沙漠 但是民进党 你们真的以为这样封锁新闻自由 压制人民舆论 你们就可以高枕无忧 长期执政了吗 看着眼前这样的情势 让我想起了老舍先生的话剧作品 茶馆 这出戏讲的是一间名叫太狱的老茶馆 在中国风雨飘摇的三个时代 所遭遇的故事 茶馆老板王立发 为了要和气身材 习四宁人 不管是清朝晚年的戊戌变法 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 还是抗日胜利之后的特务横行时代 他都在茶馆里面贴着 莫谈国事的标语 要大家唯唯诺诺 低头当顺民 可是看不惯炎梁事态的常侍爷 说了一句 大清国要完了 就被官兵抓走 到了民国军阀混战的时期 以前的满清官差 成了军阀的走狗 继续敲诈勒索 鱼肉香名 而太狱茶馆 并没有因为重新装潢 把莫谈国事的标语写得更大 就生意兴隆 反而更惨淡 店越开越小 到了抗战胜利结束之后 国民党特务还有美国大兵 在北京城里面满肩赫行 以前的满清官差 还有军阀走狗 现在又摇身一变 成了特务的打手 谁要是罢工 罢课还有游行 就当共产党来处理 连打代官毫不留情 就连茶馆里面 人们的闲谈抱怨也不放过 只要一言不合 就打砸杀野 恫吓威胁 最后这些贴满 莫谈国事标语的小茶馆 也逃不过被霸占的命运 在当前这个民进党 一党独大的政治环境里面 我们回顾老舍的茶馆 让我感慨良多 当年泰育茶馆的王老板 抱着莫谈国事的宗旨 绝口不谈政治 但是他却也躲不过 五十年的时代风霜 最终被政治消磨殆尽 民进党政府现在压制新闻 还有舆论的手段 就是要我们基层大众 服从统治 不得有意义 他们就是要我们 人人变成王老板 但是我们看看 王老板的下场 不谈政治 政治就饶过了他吗 并没有 反而是那个宁明而死 不墨而生的革命大时代 改造了政治和社会 民进党政府当前这种约谈 起诉 还有法条惩罚的压制手段 当然会让想要表达 不同意见的基层人民 望而却步 但是怕绝对不是办法 因为我们如果一路怕下去 不但中了执政党的下怀 我们还会像王老板那样 被恐惧消磨殆尽 我们不如面对他 我们就会发现 原来恐惧并没有那么可怕 只要每一颗无所畏惧的心 我们凝聚在一起 就绝对能够对抗压制 说出道理 面对着美国莱猪就要进口 天价又过时的武器 不断的采购 劳退基金被投信业者 图力操弄 防疫的措施又一再的失守 不管民进党政府 你们如何的压制言论 基层的人民 让我们大声喊出 我们的焦虑和不满 反对和抗议 我们要要求当权者 为错误的政策负责 因为这些事 攸关我们还有下一代的 健康还有福祉 更重要的是 因为这就是言论自由 我们要求能够对抗讨论自由 我们要求能够对抗讨论自由